游戏已成为当今人们不可获取的娱乐 但是游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 它更是一种学问 要弄斗游戏背后的原理 近来来讲要读很多书 而是这个视频 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去体现游戏的原理 将课堂上的姿势以直观方式表现 这是一个直角坐标系 这里有一个长方体 我们会用一个坐标去表示这个长方体所在的位置 但是我们会写成向量的形式 那么这个位置就会用向量来表示 当我们想改变位置时 只需要将位移向量和当前位置相加就可以了 这就是简单的向量加法 在三位攻击中也是如此 那么恭喜你 你已经掌握了如何改变游戏中物体的位置 在进入旋转之前 我们需要补充虚数的姿势 这里有一个虚数 我们将E的X四方态度展开 得到这条四值 再将X变成IX 提取I这里这条 左边刚好是cos 右边刚好是sin 那么E的IX四方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欧拉公式 这个虚数的模式是4 角度是六分之π 那么这个虚数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将这两个虚数相乘 会得到另外一个虚数 这就是我们在课堂上教的大部分 但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将两个虚数相乘10 实际上是将虚数的大小 扩大到另外一个虚数的大小倍 并且是钻到另外一个虚数的度数 当我们用欧拉公式写出来后 就可以直观地看到结果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正式进入旋转的部分 二维的旋转和三维的旋转是不同的 我们不妨可以先研究一下二维的旋转 我们可以将物体旋转的信息 用虚数表示 将物体的旋转虚数 乘以一个单位虚数 就可以实行旋转 但实际上 物体的旋转都是通过两个垂直的向量来表示的 绿色的向量和虚数一样 红色的向量和绿色的向量相差了90度 因此通过诱导公式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将两个向量写在一起 就变成了矩阵 那么矩阵和虚数的关系究竟如何 我们绿色的向量的虚数形式 是cosθ加上i3θ 当我们乘上一个i时 虚数就变成了 -3θ加上i3θ 也就是红色向量 刚好i在负平面中 与x右半轴单位随直 那么其实一个虚数 是可以和矩阵进行转换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三维的旋转 在三维中我们会用到四元素 也就是有三个虚数和一个时数组成 这是四元素的欧拉公式 当然一步一步来 我们先来研究最简单的虚数i 四元素的坐标和三分为一的直角坐标不同 它的原点是1 x走是i y走是j j走是k 我们将i左层上面的每个坐标 根据四元素的乘法规则 i1等于i i乘j等于k 这样我们的点就成功的旋转了90度 但是会多出一个向前的位移 也就是1变成了i 为了抵消向前的平移 我们可以右层上i的共2 也就是负i 这样就可以抵消向前的那个位移 同时我们可以不言紧的说 上面物体旋转其实是先左层叙数 再右层叙数的共2 但是我们要注意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进行了两次旋转 也就是说四元素应该是实际旋转的 一半 因为我们会呈两次四元素 我们现在再来看四元素的欧拉公式究竟发生了什么 sine theta后面的虚数部分 可是做一个三维向量xyz 而我们是在与这个向量垂直的平面上进行旋转 当我们改变xyz时 物体并不会旋转 当我们改变sine theta时 物体才会旋转 并且是旋转sine theta的两倍度数 这里有一个网站 可以让你自己体验 通过四元素改变物体的旋转 有点和边组成的结构称之为状态机 在数据结构中被称为图 但它的坏处是 当节点够多时 它就会变得非常的乱 因此我们需要另外一种结构 去代替状态机 那就是行为数 那么在数据结构里面也是一个数 通常我们会在逻辑处理 以及动画里面 见到这两种结构 其实游戏背后的原理不仅如此 也不像视频中的那么简单 还有很多知识点是没有提及的 比如实际游戏坐标 是将旋转和位移一同储存 如何将三维透视的世界 投影到二维的屏幕上 如何去实际检测一个物体 都是一个又另一个大的话题 这个视频的目的是 让我们有机会去接触 生活中那些我们认为 高深的背后原理 当我们对这些知识 了解得越深 就会越感觉到 这个世界的奇妙之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